開鏡頭服飾精品店 因為我想要自己去國外批貨 然後就是想 為什麼的話就是想去國外遊玩 然後還有參觀 因為老闆遊太累了 所以去那邊批貨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也不會太累 然後也是為了興趣 然後我的特質是外相 然後又天氣夜行 然後我可以很快的跟陌生人 就是不認識的人 會混手打屁哈都很OK 然後需要的就是很好的語言能力 因為我的語言能力不是很好的 台灣國語跟台灣英語 所以要把外語學好 然後要學得很標準 才可以跟別人溝通 然後還要細心跟耐心 因為我這個人是非常沒有細心也沒有耐心 也不是沒有啦 就是非常會可能會講到之後會翻臉翻桌 然後還要口才也好 所以就是先去別人的店裡打工 然後學習 然後還要培養看物質的眼光 要常常去別人的店裡看看 然後參觀 然後請教別人 然後還要有熱情的心 就是不是為了錢 然後去做這份工作 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然後爸爸媽媽也都很贊成 我的報告結束 謝謝